南美洲國家厄瓜多的一處監獄 十二號晚間發生了幫派分子之間 為了搶奪控制權的暴動事件 官方統計 至少有六十八名囚犯 在暴動中死亡 超過二十二個人受傷 對著警察大火大叫 接著在親友面前痛哭 這些囚犯家屬傷心欲絕 因為自己的孩子在監獄裡還生死未捕 但運送屍體的車輛卻來來回回 死傷數字不斷攀升 為在厄瓜多南部城市 瓜亞基爾的海岸監獄 十二號晚間發生暴動 互屬不同幫派的囚犯在監獄裡拿槍 暴裂物 還有尖刀互相攻擊 甚至爆發了激烈槍戰 造成至少六十八名窮犯喪命 還有超過二十二個人受傷 官方花了數小時才控制內部秩序 指稱衝突原因是有一名幫派領袖剛出獄 販毒幫派間為了要奪取接下來的控制權 才會演變成暴動 交集的家屬在監獄外面等著好消息 但官方仍無法提供詳細死傷名單 厄瓜多近來頻傳監獄暴動 今年二月和七月在國內其他監獄也曾經爆發衝突 導致超過百人喪命 而九月也爆發厄瓜多歷來死傷最嚴重的監獄暴動 造成一百一十九名囚犯喪命 記者朱鋒之編譯